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疫情來到現在,我們仍然是有三位數字的確診, 已經連續兩天出現了。 在今日,有市民打電話上澳門廣場發表了一些意見, 當中是有包含疫情的問題,還有政府經濟援助的問題。 我相信他所說的部分內容應該都是很多市民想說出來的, 希望政府可以注意得到。 我放一條片給大家聽一聽吧。 早晨,各位全世界人身體健康, 希望疫情早日得到解決。 政府現在究竟在做些甚麼呢? 百思不得其解。 為何現在不做一個七日十日, 一次過封了他這樣, 跟著一次過掃爭那些事呢? 你還在這樣,一段段, 還有喔,現在整個澳門, 這裡有封了,也有封了,也有紅馬,也有黃馬,也不知道什麼馬, 其實現在基本上差不多是澳門的了, 有一些就封少少不封少少, 因為他是大型字幕那些,是吧? 有老闆在後面照的那些。 喂,大哥,何特首,你不是這樣吧? 如果萬一有人出了事, 人命的,你是不是真的背得起?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在那裏喝咖啡那些, 或者聽那些人說, 他不是誒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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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不是誒,他在那裏坐在一邊一起聊天那些, 都說,誒,要組織,什麼什麼什麼, 喂,大哥,不是這樣的嘛, 人命關天的嘛, 這個一定要你決定的, 還有啊,那些辛苦,那些什麼分,那些什麼什麼什麼, 每人記得錢,記得錢那些這樣的東西, 老實說,你已經兩次沒有付那些, 養織金什麼什麼,那些7000元那些, 你已經拿了人14000了, 那些最基層的,最沒錢的那些, 你現在反而分錢, 每次都說中小企啊, 你這裏老套,我不是誒你不對, 那大哥,你都是用那些沒有錢的, 我們那些窮人的錢, 你分給那些中小企, 而他們自己沒有的, 有沒有搞錯, 他們抖領都沒有的, 可以這樣的嗎? 你自己大大聲聲在訪問的時候又說, 啊,這個初初你做的時候, 這個時間不用,這些儲備金, 什麼時候才用啊? 你講一下,現在你在做什麼啊? 嘩,大哥,不是這樣啊, 什麼都是中小企, 補就業,不知什麼, 那些沒有就業,那些在家裡, 沒有工開啊, 開不到工啊, 抖領都沒得收啊, 這樣,這樣, 各樣那些東西, 那人家怎樣啊? 剛才都有人說啊, 買罐奶粉多少錢啊, 或者,大哥,不要這樣啦, 不行啊,還有啊, 你特首留意, 澳門的黑工啊, 那些過期逗留啊, 拿些籃卡來做打手啊, 那類的那些全部, 那些會去驗核酸嗎? 你找得到他嗎? 那你怎樣啊? 所以所以你要吸了他一個禮拜或者十天, 一次過掃清他, 你整天都不肯做這件事, 那你即是沒有用的, 治標不治本, 不肯硬的。 好啦,差不多啦, 廣先生, 謝謝你, 不過廣先生, 看回政府的封控措施, 的確是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質疑和疑問的, 包括廣先生, 有你自己的想法啦, 想為什麼要敢封, 為什麼要敢封, 市民有很多猜測, 那這個就是政府要講清楚, 他的科學決策性在哪裏, 那就會令到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質疑啦, 另外廣先生就講到, 就是說是不是要真的封七日呢? 如果真的封七日呢, 政府也講過的, 講的很簡單, 但實際上一個執行上面, 對社會的影響啦, 傷害性啦, 又或者其他方面, 要怎樣跟得上呢? 我們可以轉頭再談的。 來來為你慳上慳, 輕鬆解決你所需。 聽完之後呢, 其實這位市民呢, 他有提到啦, 黑工部分和偷盜人士那部分, 是沒有做核酸檢測的, 其實這一點之前都有講過的, 那如果大家切身處地這樣講啦, 換了你們是黑工, 又或者是偷盜人士, 你們都不會過去做核酸檢測啦, 等一下被人發現到那怎麼辦呢? 和你左登記又登記, 等一下啦一個發現, 你還要自己花錢, 回到珠海那裏隔離的喔, 所以就變成了, 這些就是一個防疫的漏洞啦, 因為我們根本是找不到他出來的, 就算我們想找他出來, 亦都是要花好大的氣力, 才可以找到的, 就算我們看天眼, 都分不到哪些是有症, 哪些是沒有症, 哪些是黑工, 哪些不是的嘛, 就算你現在今時今日都好, 我們裝修啊, 或者是路面工程都沒有停過的, 特別是室內裝修, 室內裝修是有不少的黑工是開工的, 這個是事實來的, 就算是之前那些疫情, 亦都是試過抓到有這些黑工在裏的。 跟著他又講到, 其實這一點應該是很多市民都非常之有意見的, 就是講那15000元的援助, 其實今次那15000元的援助是, 不是個個市民都有的, 真是不是個個市民都有的, 那個所謂100億其實佔了大多數是中小企的, 中小企的話知道其實你要保住他們, 不要倒閉, 又或者是要保住就業, 讓他不要炒人, 這個都理解的, 但是我們看回, 好多市民是沒有這個15000元, 但是他在今個月來講, 沒有上班的, 沒有上班不單止, 可能他亦都是失業的, 還有他失業是剛剛今年年頭才失業, 有這些人不少的, 我們講的就是賭場那班, 好簡單的, 他們在之前兩年是有事做的, 沒錯是那個人工是出到超過兩萬的, 但是來到現在幾個月, 來到現在七月份, 沒有那麼容易找到工作的, 那這班人又怎算呢? 是不是這班人就不值得幫助呢? 還有那些老人家, 長者, 講真, 澳門現在, 或者是疫情影響, 那個通脹是升得很厲害的, 對這些老人家來講, 就算他拿著三個金, 也是生活比較艱難的, 那其實政府是不是真的要認真去思考一下, 那個援助金部分, 是怎樣才可以為及到多些市民呢? 那不如, 那麼多市民都是想那個援助金, 是叫做人人有份, 可不可以考慮追加一個預算呢? 那我相信這個應該是政府可以有機會做得到的事來的, 但是, 你如果是說想省些預算的話, 就是考慮一下, 怎樣派得精準一點, 就是在澳門做事, 或者在澳門生活, 夠一定時間的人就派給他咯, 那你在海外的, 那這次就可能不派給他咯, 因為你講真, 你現在這個狀況, 最辛苦的就是在澳門住著, 做著事的人, 現在大家都是沒事做的, 你之前有些人在我們直播那裏講的, 說他一個月只剩10日工, 那我問你了, 一個月你剩10日工, 你可以有多少錢人工呢? 那你在澳門生活, 不要說生活啦, 生存成本亦都是好高的, 就算你不是說供樓, 你是租樓, 甚至乎你是每日的生活費吃東西, 亦都是花不少錢的, 如果你是有其他家人要供養的話, 這條數是更加之金的。 再加上現在這個疫情, 暫時都未知道幾時才可以做到清零, 但是可以肯定一件事, 一日未清到零, 一日很多店舖都還是沒得開的, 你講的食肆, 或者服務行業, 或者是那些所謂的娛樂場所, 甚至乎你現在賭場都不是開足工的嘛, 所以就算這萬五元真的派到出來, 好可能只不過是蓋回沒有上班那段時間的工資, 你說幫助大不大, 其實就不算好大, 但是就叫做好過沒有咯。 而其實網上邊除了這位打電話上澳門廣場的市民之外, 亦都是在Facebook或者Youtube都很多人留言, 是希望政府這一個萬五元可以做到騙及到多些人, 令到多些人可以得到這個援助的, 特別是那些沒東西做好久的人了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那最後都希望政府有機會可以調整一下那個政策, 讓多些澳門的市民都可以受惠得到啦。 好啦,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有啥想說下面留言啦,拜拜!